歡迎大家繼續收看要財財經台直播環節 我是鄭美琦 先和大家跟進今天恆子方面的半日表現 見到恆子今早就高開10點在22,510點開始 但經見了半日的高位 開始之後無奈就掉頭向下 最多跌88點 半日來計跌了43點 收報在22,456點 而至於半日的波幅只有98點 國指方面就跌了22點 報10,170點 半日成交有326億 看看十大活躍股份方面的情況 排頭位的是大利食品銀 股價最新報在5.04元 恆生H股升了1毫 最新報104.1 騰訊控股就跌了1毫 最新報153元 康寧醫院方面就暫時在48元 中移動方面暫時沒有升跌 報90.95 至於平保方面跌2毫 報40.05元 建行跌2先報5.52元 匯控升1毫 報62.2元 最新要跌2.1 報8.5元 歷時集團控股排在第二位 都跌超過1.9元 金活醫藥繼續有移動 跌超過1.9 報1.69元 看到開明投資升了1.8元 至於昆明機場方面 就升了1.6元 另外幾隻升幅大股份 升幅介乎1.2至1.4元 包括北控清潔能源 鮮達國際物流 行刀集團 華夏動漫 和首都創投 跌幅方面 見到公司動作的中國資源交通股權 見到沽壓 跌了1.9元 最新報1.3元 至於北海集團跌了1.3元 中國形成娛樂跌1.3元 繼續有移動 見到股價 最新報4毫 中國金石跌超過12% 至於中國新城市跌超過8% 另外五隻跌幅大的股份 包括有中國光電控股 從景科技 中鋁礦業 前進控股 和軍豪集團 他們的跌幅介乎6-8% 南籌股方面表現 做得最好的是昆仑能源 上升超過1.5% 新地僅除其後 升了1.3% 康斯虎和華潤電力 是藍籌中最弱的兩隻 跌幅都靠近3% 最後跟著高空榜方面表現 半日高空金額不算太多 只有19億多 被高最多的股份 都只不過是高空金額 1.4億的騰訊控股 佔股份成交是2.4% 至於跟著其後是平保 恆生H股和盈富基金 還有金沙中國 他們的光金額不超過1億 佔股份成交也不算太多 最多要數金沙中國 佔股份成交超過3% 請來我們的分析員 和我們聊聊 恆子方面最新表現 有我們的研究部的分析員 譚之樂 安娜你好 安娜你好 大市方面 繼續上落市的格局 比較悶悶 今天包覆更加窄 加上最近來說 成交也比較維持低的水平 接下來下午 投資者可以有什麼部署 自己對於恆子的表現 會不會有大期望 看看現階段的數據 很多數據都令到大家都看到 市況是比較悶悶的 除了低成交 或者指數的波幅比較低之外 同樣地 沽空比率 也在6% 也看到沽空金額非常小 我想你看到現階段市況 是沒有什麼方向在 始終在講幾個因素 第一方面 聯儲局究竟會不會在12月中開始加息 很大的變數 現階段都好像5050 大家的官網氣氛會相對比較濃厚 第二方面 內地方面 好像今天人行 有些相關放水的操作在 但是兩個看法 第一方面放水 本身當然是利好經濟的 但是現階段市場都開始看 就是這些措施 實際上的幫助有多大 甚至可能大家都會關注 未來如何調整經濟結構 多於如何刺激經濟 所以未來也預料 經濟不會突然有一個很強勁的表現 或者有一個很大的起飾 所以觀望氣氛仍然是比較濃厚的 甚至會觀望 未來來說 會不會有機會繼續降息降準等等 這些相關因素在 所謂要觀察的事情 就真的比較多 所以短期來說 不排除真的繼續有什麼方向 很多企業都公佈了第三季業績 整體而言第三季業績表現不錯 但未至於可以足以支持大使 去重拾升勢 我想始終一直都提及到 不論是內地股市也好 或者港股也好 特別是恆指方面 股值上仍然相對比較落後 的確仍然有追落後的空間 但短期來說沒有什麼特別的消息 就很難說令指數能夠重拾升勢 所以短期來說 不排除繼續在22,500點這些位置拉腳 如果大家看看技術走勢 就看到整固的格局是更加明顯的 現階段行指 拉腳在22,500點的位置都一段時間 第一方面 就看看20天和50天 大約徘徊在22,300至22,700這些區間 你說一日未突破這兩條平均移動線 可能仍然有機會雜幅復復 在這條平均移動線之下沒有方向 但是後市來說 就算突破20天、50天線 第二方面 看到到23,000或者22,000這些位置 都有個比較大的阻力和支持 所以第二個橫行區間 22,000至23,000這些位置 能不能夠突破 都仍然有待觀察 就算突破這個橫行區間 同樣地看到的 之前恆指在10月份的高位 到23,500這些位置 都有個大的阻力 能不能夠突破 都仍然有待觀察 所以說這麼多的阻力 以及短期來說 跌破的機會又不是這麼大的情況下 恆指可能有機會繼續橫行 在這個區間上 不過我覺得後市來說 看法我仍然是比較正面 始終在估值上面 港股仍然是比較落後 如果後市來說 沒有什麼特別的利淡消息 我也覺得恆指仍然有機會 試回23,000左右這些水平 跟進來A股方面表現 相徵現在這一刻 升仍然不夠6點 最新做3623點 深淨城指升49點 報12,659點 護深300指數要跌4點 最新報3,770點 創業板子方面 升幅都不算太大 升12點而已 不夠0.5% 最新報2,783點 講下個禮拜 將會是IPO重啟 當中大家都預期 都會凍結近1萬億人民幣 相對於這件事 人行方面 繼續做防水方面的動作 除了昨天展開200億人民幣 逆回購之外 剛才提到 就是SLF方面的動作 對於下個禮拜的 流動性緊張 會不會對A股方面 一番打擊 自己對於這方面 有沒有擔憂 A股後市的看法 我未必看得太過差 其實看回今次 很多消息市場 或者消化中 內地股市IPO重啟 實際上影響 不會太過大 因為始終現階段 IPO重啟 IPO集資的程序 實際上 真的對整個內地資金 那方面凍結的情況 沒有以前會那麼嚴重 甚至很多時候都說到 現階段新的IPO措施 實際上影響 不是太過大 反而IPO重啟之後 反映內地整個股票市場上 開始更加有回穩的跡象 反而是利好股市信心 其實內地股市方面 成交同樣地 近期有一個逐步回縮的跡象 市場可能仍然在觀望 IPO重啟 究竟有多大的影響 不過看回一些新措施等等的政策 實際上 我都相信IPO 真的不會造成一個很大的衝擊 反而留意 如果IPO開始重啟 而見到內地股市 真的沒有一個特別 資金流動性緊張的情況出現的話 不排除後市 仍然有得再向上市高位 所以我覺得A股 現階段 你見到上升勢頭 這麼良好的情況下 暫時來說 都沒有特別的條件去看淡反 好這時間差不多了 謝謝你眼內和你做回申報 提及股份或者指數的相關資產 自己有沒有持有 有沒有持有的 謝謝 我們先休息一會 專門和大家看看 就是異動股方面的情況